吉安乡博爱新村宜昌努米达文化健康站 陆续的举行开展典礼 乡长游淑珍感谢中央 县府 地方 村林社区共同的协力 为吉安新开启五个部落文化健康站外 也让唯一的太鲁阁族部落长者 开设一处专属的关怀据点 为长者找到一份族群认同与在地的归属感 博爱新村文化健康站是吉安乡第八个文件站 服务对象大部分都是太鲁阁族群 厢长游淑珍感谢袁明慧和县政府 在今年为吉安乡溢注了五个文件站 让全乡银法族关怀据点达到将近有30个 博爱新村文化健康站是我们吉安乡第八个文件站 也有别于其他的文件站 它属于太鲁阁族的一个部落的文件站 博爱新村也属于我们吉安乡最南边的一个部落 过去呢在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社区 经历了我们过去的同门灭村 我们相信这些老大人在过去的家庭跟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现在银法翻摆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找到一个适性移居 而且可以上课学习互相关怀的烙点 吉安乡公所会努力了来执行好我们社区关怀文件站的这样的一份传承的工作来作为推展 谢谢我们原民会 谢谢我们花林县政委员民处为我们地方挹注的力量 我们八个文件站 再加上我们吉安乡14个健康站 以及我们两个社团的一个申请的我们的关怀据点 我们相信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站别里面 无分族群 无分年龄 无分北南西东 我们都希望做好的事 吉安乡更适性的社会福利的关怀 希望我们老大人最适性移居的安养 就在我们快乐美丽的吉安乡 博爱新春部落里有30位长者参加文件站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共参集课程 另外宜昌的奴米达文件站是设立在宜昌活动中心 服务对象有26位长者 厢长尤淑珍表示 他会积极争取相关计划 为各个活动中心提供更优质 舒适宽敞的使用环境 让建设和社会福利可以相结合 落实更适性的执行推展方针 介络会家乡报道